你觉得刚才王浩连输两局主要输在什么地儿了 我就觉得王浩还是输在前三板争夺上的比马林慢 那就是说要想取胜必须要还是要先上手 他一个就是加强这种衔接的速度 再一个能够充分的发挥反手的那种优势 从马龙来说比较聪明 第一个上手比较快 第二个从速度里的老是盯住王浩的中间正手 使王浩这个反手的这种优势打不出来 马龙这个运动员他是很有特点 运动员他们之间的感觉就是说 跟他打比赛最好赢他第一局 如果赢不了他第一局的话 这个球很难赢 也就是说马龙进入状态 他在中国兵马男队是非常快 而且他就是开局好了以后 后边他更容易 相反的他第一局遇到障碍的话 如果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 他有时候也打不出来 所以现在目前看 王浩他这个形势不是很好 马龙是从小出生在安山 是安山市的运动员 然后小的时候到了北京 加盟了北京队 也是北京队和安山培养出来的选手 其实说到马龙你看安山里头 像李小霞郭月都是在那 只不过李小霞后来到了晋南 到了也是势力管理乔英平去训练 另外里面像王岳谷 有很多都是来自安山 所以蔡永华局长说举国体制势力 就是说我们乒乓球能发展 今天各方面都支持 安山是支持 全国是支持 包括媒体 然后包括乒乓世界 为搞这个活动来说 他们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没错 中央台来说 就是咱们是战略伙伴 是老朋友了 没错 乒乓球能够成为国球 我们就说了 中央台的宣传力度 这种支持来说 那是功不可没 没错 另外确实这个国球也是深人心 它这个 现在我们主要还是强调 为国争光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怎么样为国人健康服务 在这个方面 很多地区的乒乓球锻炼都非常好 其实成本也比较低 对提高中国人的素质 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世界上 能够推广这个乒乓球运动 在这方面中国冰鞋也做了很多努力 包括现在也出了乒乓球电子游戏 包括我们也在搞这个乒乓球的中专 跟乒乓球的专项大学 在这方面都在尝试一些努力 包括我们叫欧洲去讲课 把欧洲的运动员请来 跟中国运动员合练 就是说的 蔡仲华剧长也说了 就是说的 在源外的基础上 我们先内墙 把自己的事做好了 只要我们做好了 我们才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错 7比6 这几球王浩还是有了一些改观 从前三板的争夺上 他放开点手脚 他只要放开了第一板不下风 真正打到相持的话 他反手的速度力量旋转 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你看这个球是特别好 台内宁娜完了 就一个快速旋转 马龙现在的速度明显就下了一点 而且他这个王浩的球很底线 你拱着马龙顶着他 擦马龙 漂亮 你看马龙这个发球现在变化也比较多 马龙这个他有点小诀窍 他你别看他这样 我们运动员反映 就是说马龙发球难接 他从旋转上一般 但是他有一个绝活 他就看着你发 你一动他才出手 所以他发出球尽管旋转不强 但是落点跟节奏你都特别变 这是他的一种优点 我们说他是一种内功 现在10比6 10比7 拉起来 这样马龙落后两分 但是手里握着两个发球拳 7发球了 对有经验的选手 就是不要受到这个比分的干扰 该怎么打还是要怎么打 好的 这样呢 王浩